我想問 接著就在五、六年那個雙十暴動的事件 那句話我又再說 你可不可以說那個事件是怎樣的呢 那個時間是 突然間社會在中國來說 就有些變化的 因為三反五反之後很多 三反五反後 還有之前香港的人如果要回大陸 要提早申請一張證 那種證我忘記了 但是來來回都不半個月 都要過幾星期的了 先證你拿著那張證才可以上廣州 是嗎 是啊 很長期的 所以可能你有一些不記得的 我記得我阿嬤真的去中山 自動走來走去 解放初期 初一兩年 後來一上軌道就建立這個管制 關卡 關卡 而且一般你這樣不能去 要拿著那張批准的通行證 但是國內比較穩定 五五六年物資 社會秩序都好 但是到地主那裡很多人走了下來 走下來而已 但是它已經有條件放寬 最初放寬就是在香港可以辦簽證 所以它通過一些關係 比如有些人找到我 我們我都可以幫到它 因為我將它的資料 帶到中旅社 馬上證出來 我就給它 其實就是放寬 到後來進一步就不用了 就是現在這樣 那時候過一步放寬 香港很轟動 因為你無論怎樣對香港 或者對香港家人的親情 都想回去見一下 很多人申請 很多人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 因為以前封閉 到下來香港的那種觀感 是好的 你事實上1956年國內 我記得在五七年的時間 有一個運動是 那是香港人 那是香港人上去服務祖國 巴士公司很多人 我舅父也是 當時也去的 是 收上去 但是後來給我老爸 吵起他 他就沒有去 反正他們全部巴士公司 很多人是機械那裡 就是整理車那些 所以那時候形勢很好 就是整個社會 五七年的時間 都五六年前 因為很多的印象 就是那些右派報紙說的 哪裏怎樣怎樣 一看它不是這樣的 每個安居樂業 而且米糧要正 但是夠吃 每個觀感不同了 那怎樣淺生這個雙十暴動 那它主要是 就是那我自己 這個清典白米妮麒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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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 等最頂尖的那些角色 來香港在 那個時候叫船工戲院 後來的黃都戲院 嗯 在那裡 船工 以前叫船工 就是北角的 那軍動到呢 不是說現在要偉行安排 那梅蘭芳有沒有來的那時候 蛤 梅蘭芳有沒有來的 梅蘭芳沒有 但是什麼 當時很有名 那幾個全部都離齊 所以很軍動的 你無論是不是左派 都要去看的 嗯 結果那一兩天在排隊 真的圍著 圍著北角這樣排隊買票的 那整個氣氛不同了 那我相信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面 出現了一場反共的 的傷勢暴動 那天呢 就12月10日 是 1956年 是 就 他國人黨在香港 他因為那些難民那些 是 就 很囂張的 那他就不遵守規定 就是掛旗宣訴 他將那些旗跨過街 嗯 是的 很厲害 旗海 旗海 那麽就 那個璽智管理署 李靖村那裏就 干預 干預 那麽就哪些魚要拆 那麽就借這件事呢 就衝突 國民黨衝突 衝突 衝突就 就初初在那裏做起點 那我呢 我爲什麽有權說呢 因爲當時我親力了 報館就開始派我去 直接去到那個 洗字區門口那裏採訪 什麽知道去到那件事 越來越鬧越大 又交通又這麽不方便 嗯 我在九六那裏剝了兩天的 嗯 我大概下午到呢 就開始報館派我去採訪 嗯 那麽就來到了 那麽就看著呢 那些人就開始攻打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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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洗字區 嗯 衝進去哦 嗯 看著那些人呢就把那些桌椅扔出來 嗯 我那親眼看到有個警察慘啊 嗯 被他打 兜頭扔正啊 趴在那裡啊 嗯 那些以為都是那個事件呢 怎麽知道很快就擴大了 跟著加頓廠都被燒了 燒加頓 跟著呢 又搶東西呢 那些人越來越多呢 就開始在街頭截車要買通行證 哦 要買國民黨的紙旗 嗯 那麽他們就把那些關卡 嗯 那麽就一路呢 我就由 由 早到晚到第二天呢 我整天都是跟著那麽人走的 嗯 那麽那麽那麽呢 就 也都差不多那個地點呢 就有幾個那些是頭來的 嗯 就舉了一支國民黨旗在那裡揮舞 嗯 揮舞就叫去蕭香島 哦 蕭香島中學啊 嗯 嗯 那麽你要承認的是有相當一批人不滿意共產黨的 嗯 也都很多人呢 不滿意政府的 嗯 就包括排外的外國人 那麽 如果要搞起這場暴動呢 它很懂利用這個情緒 哦 哦 那麽就先揮動 先打那些洗衣區啊 那麽的人出來響應 那麽跟著跟著它之後呢 燒香島 嗯 那麽就整班很多人跟著去燒 燒到的 燒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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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就一路燒香島 跟著另外這邊呢 就是不是 是不是青山都用大報道 他們都出去打那些平時 跨過五星期的商店 嗯 那 我又在門口看著呢 他們打那間叫中健國貨公司 是 那個是我朋友的 哦 黃沛球 哦 黃沛球 黃沛球 那他人在裏面 他不知道兩三個舖位的 那些暴徒叫爛的門衝進去 有些人就搶東西啦 走啦 有些人就 他那時候還是很多期賣的 賣五星期賣什麼的 全部拿出街 貨物都在那裡放火 燒了的 跟著在裏面放火 哦 好歹黃沛球的醒目呢 走了 他走了到天堂 走到旁邊走 哦 又不是被人動了 人沒事 那這宗是我親自看到的 再有一宗呢 第二天就後來世界都知道的了 就在大埔渡口 就是加頓 加頓 那些家人倉是在附近的嘛 那他們那些暴徒就在那裡截住 就一輛車 要不就買旗子 買通行證 要不就怎麼樣 那輛車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呢 就可能賣給他截住 就推翻 哦 推翻了鬼魯 其實燒著了 鬼婆爬出來 嗯 結果就 那個太太就 傷了 送醫院死了 那個原來是不是瑞士 駐香港副總領事 嗯 駐香港副總領事 死的那個太太 有名有姓的 你查資料查得到的 嗯 嗯 就在那裡搞幾天 那時候他們 但是跟著英軍出嘛 跟著英軍去 他不出不行啊 出英軍啊 那我就在市區 嗯 嗯 怎麼知道他在荃灣 就做得更稠的呢 嗯 就進攻的工人醫療所啊 哦 所以叫做血洗荃灣 嗯 殺了很多人的 哦 他整場暴動 大概死了六十人左右 嗯 大概我估計 相當一部分 成三十人呢 是荃灣在那裡 那些護士給他強姦 結果有些強姦了 受孕呢 要去廣州 生嬰兒的 哦 是啊 你剛才說六十人 就死了 就是三百多人受傷 是三百多人受傷 是 跟著抓了成千人 是 成千人抓成千人 是 那就是抓一千人 就擺在那裡 那時候 成千人抓一三千人 但是他英國呢 就好什麼的 他抓人 照審 但是他們那個罪名 那個背景 全部說他是十四K黨 哦 十四K黨 他就射開了 不是新義安 哈哈 十四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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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此之後 就在香港宵禁 一時十年 雙十就前後宵禁了 好像沒有 沒有十年 都有一段幾長時間 到了六幾年 我印象 我記得在五幾年代 我爸爸叫雙十幹 那天就不讓我出街了 因為他怕 但是他心裡怕 應該就 那時候 那時候沒事 但是宵禁 但是就 因為我經歷了 這麼多場暴動 其實這場最有血腥的 嗯 那時候是說他血洗荃灣 我同意這個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但是後來的人說一下 不記得這一場 一說真的暴動就是六七暴動 其實最有血腥就是這 六七暴動就是 六七暴動就是很多菠蘿 那個最糟糕的 所以很不同的那樣東西 所以很適合 你拍攝 這是三十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